但是你成佛以后 那这些结过缘的众生 才会到你的净土去成就 因为任何一个众生 要得到空性 不退大辈的成就 一定要见佛才可以 没见佛不可能 没有见到佛陀 本人的人正不到空性 除非你过去就正到阿罗汉 你过去已经正到了 所以你现在透过因缘 然后你可以恢复 但是如果你在佛陀时代 没有了就没办法 所以佛陀说正法五百年 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 正法五百年 还有人正阿罗汉 后面就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一下 花开见佛后 勿无声 你没有见到佛 你不可能正得圆满的空性 这一点佛经里面写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现在 就是要累积资粮 累积资粮现在叫 广结善缘 结孤魂缘 结动物缘 结地狱缘分 你都要 所以叫放生结动物缘 失时结恶鬼道缘 持咒结地狱道缘 就是要破地狱 然后再把功德融入 所以我们经常学地藏王菩萨 叫恒河沙定 特别早上 什么叫恒河沙呢 就是地藏王菩萨 把所有的众生都当作他的父母 恒河沙众生 一一一一的要去度他们 包括地狱 所以你要观想自己变成地藏王菩萨 地狱打开 进入地狱的每一个城 去安慰他们 那个时候你会流泪如雨 但是好在你念着佛 乘着宝花台 一一的才安慰他们 一一的才度他们 这个叫我们的大乘的禅定 是一种慈悲的禅定 我们叫大悲无量 恒河沙定 那那个时候你意念了地藏王菩萨的功德 自己变成地藏王菩萨 完全地做地藏王菩萨在做的事情 所以讲到第三种心 各位也不是很难 比如说你喜欢观音菩萨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扮演你自己 全然把自己供养给观音菩萨 好不好 刚刚讲眼睛耳朵鼻子心态 整个生命都融入于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怎么想 怎么说 怎么做 我就这样做 特别今天是药师佛加持日 圣诞日 那今天药师佛加持力特别大 那各位各位今天要多念药师佛 那大乘佛教 今天六灾日十灾日 叫什么来 释迦摩尼佛 功德加持日 所以这六天十天 都有一尊佛菩萨 或另外一尊的特殊讲 那一天你要观想这尊 你也不能单一尊 就是说这个灾日 六灾日十灾日 今天是卢生那佛 哪一天是大师之菩萨 二十一号是地藏王菩萨 十八号是观世音菩萨 那你要按照这样去观 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也是消除我之最快的方法 而不是扮演你自己 那你要把佛的心放在你的心里面来 然后去做佛的事情 那最高的心叫三昧耶界 无上菩提心 不是一尊佛 念一下 十方诸佛的心 接入我心 行十方诸佛的事业 普度十方众生 那那个时候是 你是孤独的 全世界你是孤独的 但是你这个孤独 却把十方诸佛的力量 来帮助十方受苦众生 你是那个连接点而已 那这个连接点就是空性 完全放下 奉献给众生 供养给诸佛 这样去行持 不是光在那边看经典 念佛持咒 而是以这样去做 世间的一切事情 你开车 代表十方诸佛的车 要保护十方诸佛 一切众生在开车 但是所有开车 而死亡者 车祸者 你要帮他超度 你要开始 很认真的这样做 所以礼敬诸佛 不是你在拜 你是带着所有的六道众生 在拜佛 你要观想 所以你要动作慢 你不能快 因为你要观想到 一步一步来 你要除非你观想很熟了 但是各位记住 就像我现在做个比喻 各位你想你的爸爸 或是一个往生者 你的阿公阿嬷 你想 他就在你面前 为什么 我们的念头可以 阿公阿嬷 或是特别爱你的爸爸妈妈 你想 他就会在你面前 人的念头很特殊 那佛菩萨更厉害 你想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在你面前 然后你有什么事情 跟观音菩萨说 我那天有教各位 你念南无观音菩萨 然后你敬一下 一尊观音菩萨 你记住其中一个脸 你喜欢哪一尊观音菩萨 在你面前 然后你合掌 南无观音菩萨 你会看到他眼睛打开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乱看 没有 直觉 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困扰 观音菩萨 这个事情要不要办 他会给你一个答案 他会给你一个感受 你好像听到一个声音 不是声音 但是是你心里听到的 鬼跟鬼不是用讲话 是用心 你要慢慢念习 原来佛菩萨无所不在 比如说我做一个比喻就好了 你的往生的祖父 现在在哪里 如果你要确定 他有没有去净土 当你在打坐的时候 这个打坐不用花很多时间 就是你净一下 如果你看到你要光信钱 而且看到莲花 代表他就净土了 如果你看不到就没有 这样而已 但也不见得说 他不快乐 因为他突然给你一个影像 在笑 那可能是现在蛮快乐 如果他给你一个感觉 好像他很忧郁 很苦 可能他在恶倒 这样而已 因为你跟他心是连在一起的 再来 而且你有请佛菩萨的加持 你想要帮助他 所以每个人都有佛性的力量 只要你静下来 而且你相信 你相信佛菩萨的力量 虽然我们是凡夫 但是佛菩萨的力量 可以透过你的信心展现出来 所以念佛当下就是佛的力量 问题是你有没有信心 有必性 不用等到你成佛 如果样样都要等到我们成佛 那我们大家都会退转 而是你念佛 诵经持咒 用这一尊佛本尊的力量 就可以百分之一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 很认真的去帮助众生 那从这样一起去修 最后你也把我子给消除掉 福报要够 如果你福报不够 没办法消除我真正正的空性 这是一定的 你没有前面的布施 直接忍入 波罗密 来自人天福报修得很好 你不可能有空性 那只是纸上谈兵 一个理论而已 所以这个福报就要靠你自己 以最圆满的心态去做 就像德烈莎修女 用大爱做小事 用大杯心去扫地 去捡垃圾 去帮人家擦桌子 任何一件小事情 不把它做好 就像各位 你男生上个洗手间 我那马桶盖放着 你就把它放起来 最好再把它擦干净 让后面的人进来方便 你千万不要说 我这个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那你就会舍弃福报的机会 所以有一句话 文殊菩萨讲得非常好 来 凡是因缘 都是助缘 都是老师 千万不要舍掉任何一个因缘 因为所有的因缘 如果一个人真实发起 愿成佛的悲心或菩提心 诸佛菩萨就一直在创造因缘 给你去弥补 给你去忏悔 给你去修复 他一点都不会忘了你 但是你不能有分别性 你要认为这个是我的机会 这个是我的机会 所以飞机上坐你旁边 没有坐过你爸爸妈妈 不会坐你旁边 然后你要借这个机会 对他报恩 回向给他 甚至他可能来讨报的 但是你也借这个机会 来回向消业 你不要离开任何一个因缘 这个空服员 拿一个面包给你 他跟你有缘 不然他怎么拿给你 帮你开车的司机 都坐过你爸爸 所以那你要去 爱惜每一个因缘 千万不要断因缘 佛教讲说 离开大悲心 舍弃众生 所说所修的法 叫魔法 因为你已经离开了 一个基本的行为 这个叫法治 法治是中 这个才对 我就不管对方 我要拿这个 我要得到这个 我要修这个 我要闭门 闭门早居 赶快把任言经研究清楚 清楚要干嘛 我讲经说法才觉得 比较高 这个还是我慢 因为断烦恼 是要面对烦恼 才可以断烦恼 佛教使给你一个理论 那这个理论 你必须透过实修 那大称的实修是 面对众生 不舍弃众生的悲心里面 去看到对方的空性 佛性 去找到自己生命的责任感 所以各位这种多练习 我刚刚讲了 先看到众生的苦 看到自己很感动 很感受 就要一直练习 然后因为一个人要修悲心 如果没有同理心 或者说感受到众生的苦 那你没办法修悲心 悲心对你是理论 所以你要一直感受到 对方是如此 而且要多一点时间 去感受 所以佛陀讲一句话 生起一秒钟的大悲心 你的功德跟上帝一样高 甚至超过上帝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叫各位 食米啊 甘露食食啊 阴供啊 因为那个时候只想吃杯 不吃给鱼啊 不吃给蚂蚁啊 里面这边的乌鸦啊 反正这些太多了 太多了 多多的去做 所以车子上一定要摘一堆飼料啊 口袋要放一些米啊 车上要放一些甘露水啊 因为要去慈悲了 所以要不断地去跟他们结缘 去爱上他们 哪一天你看到一只蟑螂 都觉得他很可爱 你心已经快圆满了 一般的 女人看到蛇 代表你是蛇的心 对立 为什么 佛教讲的清净观 不管任何众生 你看到不是他的外表 是看到他的本体 感受到他的苦 你要开始修这个 如果你只说 我是男人 看到女人才觉得好看 漂亮的女人 看到其他都不好看 那个叫色心 执着 但是佛教教我们修 一花一草一木 任何友情 在我们眼睛都是感恩的对象 你要修这个 如果你不修这个 你会执着在那个点 比如说 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要出家 我说出家不错 但是我放不下我老公 这个就严重 那你要怎么修 那你要修慈悲观 对所有众生去修慈悲观 去了解 慢慢你的爱就平等 那就可以 不然的话 事实上你执着你老公 就算你能够出家 对你也没帮助 万一老公又娶太太 你就跑回家 我碰太多了 他老公 他要出家 结果他老公 他就跑回来了 还有一个男生一样 他要出家 后来他女朋友嫁给别人 他就还属了 他受不了 他越想越 所以因为他不了解自己 所以你要所谓要生起大悲心 你首先要问自己 到底什么放不下 你要对峙你放不下的东西 这个叫出离心 出离心不是理论 你很在乎生死 你很怕痛 你很怕寂寞 你很爱面子 你要针对这个东西去刺它 去对峙它 如果你不对峙它 你保留这个烦恼 来修悲心 那永远都是有烦恼的 因为你担心某一件事情 你越担心那件事情 我告诉你 魔越会破坏你 因为它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 所以修行是一个想魔的过程 魔永远知道你在想什么 随便一个孤魂野鬼都有它心通 只是究竟不究竟而已 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 所以有人常问我说 师父我改名字排位要怎么写 你剁成肉这样他都还跟着你 你改几百个名字 你有改名字的原因 现在就不找你 是不是如此 你都相信 难道你改名字 你堕胎子小孩子 妈你在哪里 有可能吗 所以你写错都没关系 有些人说 地址要不要写清楚 我说除非你是要 度那个地址里面的 那个 好